我一家四口,有兩個女兒,兩個女兒還在上學 最早期的時候,每個早上跟她準備上學,是我帶她上學 我都不知道從哪個門口出去會是好的 每個早上都好像偷東西,暑著走出去公廈 月入大約萬多元的胡先生因為無法負擔私樓劏房的租金 一家四口在五年前入住公廈 他說住在公廈只有不便,沒有方便 更擔心長期住下去會影響女兒心智發展 希望政府正視基層住屋和租金問題 我的負擔一定是給現在百上加根 申請公屋就六年了,到這一刻都未有消息可以上樓 另一個單身人士密先生說,申請公屋大約十年都未有消息 只能用擺貨做藉口租住公廈單位,但裏面沒有浴室 每天都要出去洗澡 不過幸好我在附近上班,收入固定 住公廈這些租金就不用休,最主要先解決租金 幸好有廁所,但沒有洗澡地方 我每次洗澡都要出去公廁或地方去洗澡 夏天就無所謂,沖冷水涼都可以的 冬天就要出去沖熱水涼 社區組織協會早前訪問139個分別住在29座公廈內的租戶 發現不少人還未輪候到公屋,但又無法負擔租住私樓劏房 他們的收入亦教私樓劏房租戶低三成 團體說很多居民都是無可奈何才選擇租住公廈 但政府近幾年不斷強調住公廈是不合法 亦經常派完巡查,有四成受訪者因而出現心理壓力 團體建議政府在巡查公廈時,進行風險評估 分階段執法和暫緩清冊命令 所以我說他要同時有一個政策 就是說他有一個危險非危險優先的政策 你應該是一個好像天台屋那樣的政策 就是說你是非法,但我不會立即清冊你 我是有一個時間表,還有我會有一個支援的情況 還有你接頭有一個暫緩的政策 比我們經常說要改建的公廈 很多時候政府是不容忍一些措施的 但其實那些措施未必百分百危險 我們覺得政府有些措施他也要去放寬 他又說政府應該進行跨部門合作 在屋宇署發出清冊令後 同步通知房屋署和社署介入 及時提供支援和津貼給需要搬遷的住戶 讓他們有時間搬到新居所 東網記者李成德報導 東網記者李坐 東網睇 在到中心中 東網 fur了